德云社退社成员中有拒绝还字的曹云金 也有偷天换日的何云伟 现在又出现一个九字科的代酒庵 今天就来看看德云社关于暗资排辈的事 龙同四海云鹤九霄已经成德云社的代名词 退社后要把这几个字还给师傅 从德云社成立初期到现在经历了许多事 云字科的徒弟也走走停停 现如今只剩下13位徒弟 退出德云社会饿死这句话不是简单说说的 就把最有实力的这两位来说 不管传言过得多好 想要重回德云社的消息依据不断 9月28日23点10分 德云伟发布了一篇《昨天与今天的文章》 十分钟后迅速删除 这篇文章中写到 昨天并不是昨天 是说师傅没有出名 德云社还没火的时候 既然提到了德云社 这个师傅自然指的就是郭德刚了 说此之外 这篇《常文》中 对自己从小时候的默默无闻 朋友老是看不起 被说到何伟 你能鬼到哪去 但后来名声大噪 师傅郭德刚火遍全国 德云社也成了最火的词 被从赚十几块钱的学徒 变成了亲戚朋友追跑的人 上过的学校也开始大肆宣传 这是何伟上过的学校 这就是他所谓的昨日 而今他又重新回到起点 变成没人关注的何伟 何云伟1981年出生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当年何云伟和曹云金 拜师时 嘴里说着郭德刚就是我的父亲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话等等 当时不仅是郭德刚 就连我们这些旁人都感动不已 而2010年 他就宣布了退社 何云伟刚离开德云社时 一边在节目上暗讽郭德刚和德云社 一边不想还云字 偷偷改名为何云伟 还在直播间叫郭德刚为郭刚 把郭德刚的得子摘了 但是在和于谦大宇合作后 不仅断了和曲协主席江坤的联系 还把骂郭德刚的文章全部删 当时就有何云伟示好的传闻 这次算上是第二次示好 当初的曹云金也是如此 退社后 称自己的云字是张文顺老先生给的 不用还 但是也有网友说 金子还是师娘给的呢 但是对于此事 他不回应不拒绝 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的名字 依旧叫曹云金 前段时间 关于曹云金与德云社颜鹤祥祥 私下聚三的照片流通 但是照片极其模糊 有人说这上面的人 根本不是颜鹤祥 只是长得相似 也有人说 曹云金终于想开要回德云社 是在找对方帮忙 曹云金斗梗的能力 能赶超越云旁了 颜鹤祥能给少班主郭麒麟跑 跟实力也不差 如果两人一起合作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当初曹云金离开德云社时 带走了当时的刘云天 但是听过两人笑声的都能看得出来 刘云天明显揭不住曹云金的包袱 捧根的能力不是很强 曹云金刚开始离开德云社 确实有热度 但是综艺和采访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上的 后来他就有了弃势灭祖的罪名 他的相声剧场听云轩也是一波三折 渐渐的他也离开了相声的舞台 曹云金不差这点钱 但是刘云天不一样 已经开始转战网剧 何云伟以及曹云金也开始网影视发展 曹云金主要是关于电视剧 今年的花开山香反响就不错 而何云伟则是在电影方面活跃 近日何云伟再次出演电影主角 有人质疑他演技的时候 一张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的图片 辱住众人的嘴 早在2017年 何云伟就成为了国家级演员 那是谁离开德云社都要被骂吗 看看当初的李京就知道了 其实德哥一直觉得退社这件事是很正常的 但是退社后 不说让你血中送炭 但是你也不能落井下石 当初李京就和何云伟不一样 李京公开在节目中赞扬了郭德纲 说他勤奋执着 严云达作为郭德纲的第一位徒弟 在退出德云社时 干净利索捧捧你带水 时隔三年重新登台车下来 他当初退出德云社时 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句话 言简一概 改回本名 意味着他从此跟德云社不再相干 而德云社 而德云社这边也像默许了他的离开 一直保持沉默 严云达也坐回了严宗海 9月22日 北京听海阁突然传来他的消息 严宗海回归剧场 说爱好等于执意 虽说严云社演出没法比 但是还好能够重新回归舞台 对于他重新说相声 网友则是表示终于可以再见 这就是为什么没人骂他们的原因 甚至他们重回相声舞台 依旧支持欢迎 现在德云社出现了一名 与曹云基相似的人戴久安 他当初也是德云社黑八月时退社的 原名戴彭斌 虽然当初是九字课的成员 但是野心一点也不属曹云基和云伟 退社时曾经带走了赵云霞 甚至跟随郭德纲这几年慢慢摸出了门道 自己成立了老舍茶馆相声会 自己做起了班主 但是退社这么多年依旧称自己为戴久安 不仅仅九字是郭德纲给的 传言安字也是郭德纲起的 但是退社后依然会改名字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戴久安 大家有时间经常来听相声 是高调的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自己剧场的视频 更是把黑粉来看这条评论之里 十分的嚣张 他们不想规划名字 就是无非是因为这样自己的辨识度高 德云社的流量大 如果用自己的名字 又有谁认识自己呢 郭德纲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这些小事他自然是不会关注 如果退社了 真的有本事 就不会一直霸占着名字不归还 如果离开后没本事 那就想挑凉小丑 自然也不用理会 但是既然选择退社 就要做到互不打扰 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云八卦